去年8月份在那个小米专卖店 然后订了一整套的全无智能 包括了三个窗帘电机轨道 然后还有几十个桶灯 一个设灯 然后四五条灯带 外加十几二十个开关 跟几十个的插座 总共九千多块钱 小爱同学 打开客厅所有灯 胡先生家在绍兴月城区的光项月府 是拆迁安置房 刚搬进去没多久 家里的灯窗帘都可以通过语音 遥控板手机控制 他说今年十月 想在家装一道窗帘电机的时候 发现了不对劲 两尺寸的时候发现原本的窗帘电机 不是我们订的小米这个牌子 而是一个品牌叫度亚的一个牌子 然后我们就怀疑它所有的产品 都不是小米的 然后经过查看 发现除了桶灯跟人体传感器 其他全部都不是小米的牌子 胡先生说 虽然有些设备不是小米品牌的 但都能正常使用 后来跟店家协商 对方愿意退掉三个窗帘电机的钱 1500元 说是当晚就要来拆走 他说当天晚上就得拆走 而窗帘这个东西是 我们房间就装好的 像隐私一样的 他当天一定强硬的要拆走 他说如果我当天不拆走 他要给我们收一根窗帘电机 一天50块钱的租赁费 胡先生提供了聊天记录 店家说师傅到了 请配合拆窗帘 他说今天没人 让店家过几天来拆 店家说 如果让师傅再来一趟 要收一根一天50元的折旧费 和50元一根的人工费 胡先生说 当天安装师傅在门口不肯走 最后是通过报警解决的 胡先生带记者来到迪洋路 1019号 店铺招牌上有小米的标志 店长正好在外面 说只有桶灯和人体传感器是小米的 其他很多都不是小米的 对啊 我当时跟他说过呀 包括我给他写的报价单上面 也不是小米的呀 我们进这个店门之后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你卖的东西不是小米的 报价单的抬头写着 小米智能报价单 下面除了小米 还有绘丸科技和绿米的标志 产品名细中 每个产品没有著名品牌名称 店长说 今年门店换了老板 原来叫小米智能 各个品牌都卖 现在变成了小米之家 专卖小米产品 关于拆窗帘的事情 你同意让我当天去退的呀 我没同意当天退 你说让他来 你说让我们师傅来 对你说150元 那个师傅说不肯走 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要不就他给我全部换成小米的 要不就按照他这个 既然他这个牌子是一个杂牌 就按杂牌的价格 退我们差价 胡锡能说 他去查过 不同品牌之间有不少差价 我发现他现在这个牌子是度压的 在网上搜索呢 他京东也才280不到这一个价格 一根 跟他刚开始给我们报的600的价格 相差很远 差一倍将近 然后别的那些不是小米的牌子 甚至收不到价格 都是给他便宜的价格 网上没有人工费 对吧 我们还要去给他 要给他安装 网上就算卖300多 对不对 他说网上300多 我卖他500块钱一根 安装费是不是一根 大概要个七八十 然后再算上安装调制费 一根赚几十块钱不过分吧 现场 吴店长帮忙联系了门店之前的负责人周老板 现在这个以前就是我们的店员嘛 然后他沟通的那个单子 我今天我看过了 他明信上面明信是小米的 他应该 这个东西都应该是之前提前跟他 跟客户都沟通过的 当时的时候说的是小米的嘛 没有吧 我们在你们小米店里看的电机 你说不是小米 现在不是 现在不用 我们不用去纠结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是来处理这个事情 电机就直接给你退掉 你现在那个你那边弄好了是吧 明天安装师傅会把你们的电机拆下来 然后把我自己买的装上 对对对拆下来以后 首先拆下来以后 先把这个1500退给你 好吧 然后你说的就是说不一样的 就是说不是小米的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用用是一样的 拆下是不大的 老板这个开关是咱们当时给他报的便宜 但是他的价格是远远超过小米的 他觉得贵了 哪些东西贵了 我们把那个价格的单子拿出来翻 看哪些东西实际上是贵了 还是便宜了 还是怎么了 我们算一下 我们核算一下 然后他的诉求是个什么诉求 然后我们大家商量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不是说很大一个事情 对吧 胡先生准备先把窗帘电机退掉 再谈其他设备的问题 1818红金眼记者报道